為你提供實用百科知識 小常識小智慧小竅門生活小百科 陪著你一齊為生活增值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文大學外科醫學系張元斌醫生 成年人很多時都會有胃痛這些問題 究竟何時需要看醫生呢 就是當你有食藥不振 食物不落格 大便挪黑糞或是磨血 甚至乎體重罩降的時候 就要及早看醫生 因為除了常見的胃炎或是胃癌之外 這些病徵也可能是由胃癌 或者上腸胃道的癌症影響到的 醫生會幫你做一些檢查 包括內視鏡的檢查一下食道、胃、十二指腸 看看有沒有不正常的組織 如果有的話 他們可能可以幫你做一些組織的化驗 看看會不會生了一些不好的細胞 可以早些確診 和給予正確的治療 生活小八博 陪著你一起為生活增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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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